中国语言 我们这个中国语言节目 是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语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语言 是出自聊斋志义的黑兽 和出自玉璃子的中山猫 黑兽 文理太公敬一言 某功在沈阳 宴习山巅 苦陷山下 又苦涵物来 以爪月地 二之而去 使人探索意 得使鹿 乃取鹿 而虚掩其月 小奸 辅度一刻寿志 无长数寸 辅前驱 若邀尊客 记志愿 寻与愿 受丹丹 遵致 苦探月失陆 战伏不敢小动 受怒其广 以爪击苦压 苦立弊 受益敬去 以史事悦 受不知何明 言问其刑 殊不大于苦 以何言颈受使 拒之于此其甚灾 凡物各有所制 理不可解 如微最惠容 遥见之 则百十成群 懦而贵 无敢遁者 仍精定息 听容之 以爪骗犬其肥赤 肥者则以骗石致颠顶 微大石而伏 怂若木鸡 唯恐堕落 容犬至已 乃次第按石取食 如此控散 如常为贪利此容 亦且传闻之肥赤 而致之 亦烈食之 亦闻之 忌耳听食 莫敢喘息 痴痴之情 亦游是也 可哀也负 今天天狼气清 真是适而登高 我们今天三个人来登高 可算尽兴 猜不到李公 都一样见步如飞 仍真是老当益壮 这几步路 暂时还未拦得到我李敬一 是呢 我们都来到山顶了 不如在这里休息 拿些酒菜出来吃 好 好 够了 够了 谢谢 好 陈一鸣 王太吉 来 姓的 好 姓的 姓的 在山顶喝酒 的确别有风味 李公 你见闻冤博 不如说一些奇闻趣事 我们听听 是 见闻冤博就不敢当 不过年纪比较 你们两位大一点 经历就比较多一点 李公 李公 趁着大家这么高兴 你就说一些精密 我们听听 李公 李公 你看着山下干什么 你收个什么 你们不要喝酒 看下山谷 一只老虎 鎮定一點, 隻老虎在山谷下離開我們很遠 傷害不了我們 我有弓箭帶來了, 讓我試試射不射到那隻老虎 不要射, 你們看看那隻老虎在做甚麼 那隻老虎用爪滑地 是呀, 牠用口擔住一隻死了的野獸, 放進洞裡 那你們又看不見那隻是甚麼野獸 離這麼遠, 看不清楚 隻老虎用來捂住那隻野獸 是呀, 捂完了, 走了 是呀, 我們走到山谷下, 看看你好不好 好, 李公, 怕不怕危險呀 那隻老虎回頭怎麼辦 不怕吧, 我帶了弓箭來 我真是想知道這隻老虎 埋了甚麼野獸在地上 我也想知道 好呀,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 那一起去吧 好呀 好呀 這裏是呀, 你們看看 這堆泥特別鬆的 快點滑開泥看看 好呀 原來剛才這隻老虎埋了一隻死鹿在地上 這隻老虎埋了一隻死鹿在地上做甚麼 這隻鹿是被老虎咬死的 是呀 而且死了沒多久 不如我們把牠挖出來, 背上山頂, 燒熟來送酒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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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今天我們來瀋陽山登高 竟然有新鮮的鹿肉吃 而且那些鹿肉是老虎請我們吃的 李公, 為甚麼你不吃? 你在想甚麼呀 是呀, 在想甚麼呀 我在想為甚麼這隻老虎 捉到那隻鹿不吃了牠 而埋在地上 是呀 是呀 為甚麼呢 這隻老虎一定是會回頭 我們留意山谷下面 好呀 好呀 爺爺, 喂… 這隻老虎真是回頭 牠還帶了一隻全身黑色的野獸 這隻黑獸全身的毛都有幾寸長 這隻老虎公公公公公公在前面帶牠 當正那隻黑獸是貴賓的樣子 咦? 這隻老虎開始滑出泥了 這隻老虎發現不見了那隻鹿 哎呀, 嚇到整身打冷陣 還在地上 哎呀, 動都不敢動 你們看看, 那隻黑獸很生氣 牠舉起來抓, 猛抓老虎的額頭 哎呀, 哎呀, 抓起老虎了 哎呀, 那隻老虎這樣便死了 哎呀, 那隻黑獸生氣泡泡的便走了 哎呀, 怎麼會這樣呢? 嗯, 我現在明白了 起初, 隻老虎抓到隻鹿 埋了隻鹿在地上, 準備請一隻黑獸吃 誰知道剛好這隻鹿被我們拿走了 這隻黑獸就以為老虎欺騙牠 生氣起來便抓死那隻老虎了 嗯, 那倒是 哎呀, 李公, 那隻黑獸是什麼 這麼兇猛 老虎趴在地上, 好像甘心接受處分那樣 哦, 可能這隻老虎明知不夠黑獸打 不甘心受死也不行 看來, 黑獸和老虎差不多大 沒有理由這隻老虎怕成這樣 嗯, 這隻黑獸究竟叫什麼名字呢? 是呀, 是呀 這隻黑獸叫什麼名字, 我就不知道 不過天下間一物字一物, 是沒有理由說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金獅猴吃微猴的事? 嗯, 金獅猴和微猴都是猴女 美妃吃回自己的同類, 那豈不是太殘忍了 那豈不是太殘忍了, 那豈不是可以 豈不是殘忍? 他們那種食法真是聞所未聞 啊, 怎麼樣, 李公, 說給我們聽 是呀, 是呀 讓我們開一下茅室 是呀, 說來聽一下 好, 好 聽聞說金獅猴一出現, 美猴就聯群結隊 排隊向他敬禮, 噢 金獅猴走過去, 好像檢獅一樣 用隻手摸一下微猴 噢, 那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是呀, 看看哪隻微猴夠肥 當他發現哪隻微猴夠肥的時候 他就撿夠石頭, 放在微猴的頭上 作為要食的標誌 啊, 這樣也有 是呀, 那隻被損中的微猴 就撿在地上, 成黃成孔, 動都不敢動 放著頭上的石頭, 掉下來 噢, 那麼金獅猴就開始吃那隻微猴了 咦, 還未, 金獅猴繼續檢獻 要吃哪隻, 就放石頭在那隻頭殼頂上面 被損中的微猴, 就立刻撿在地上等死 噢, 那他們不會走的嗎? 沒有一隻敢走的 金獅猴選完之後, 就按照先後著一隻 抓著有標誌的微猴來吃 那隻, 等牠吃飽, 不再吃了 其餘那些微猴才敢走開的 哇, 金獅猴真是霸道了, 很霸道 其實, 那些貪官污吏, 和金獅猴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何嘗不是記住哪個老百姓可以剝削的 就設辦法去敲詐它, 吞細它 是啊, 老百姓何嘗不知道貪官 在自己身上紮肥而誓啊 他們何嘗敢逃避啊? 唉, 連大氣都不敢休息啊 唉, 老百姓的忠厚老實 真是一如未厚啊 唉, 這個黑獸的故事呢 照作者表面地說, 當然是借他和容 比喻那些作威作福的殘暴官吏 虎和微厚就比喻那些順民 其實不是的, 想想一下 這個元兇可以說是那隻黑獸或者容 那些不是官吏, 而是最高統治者的主子 而這個老虎和微厚的猴子就是幫兇 因為他固然是受那隻黑獸和容的控制 但其實他又何嘗不殘害那些綠 和猴都是吃那些水果 那些綠和水果就是真是無助的人民 如果用俗語比喻 大魚吃細魚, 細魚吃蝦毛 蝦毛不知道吃什麼呢 如果蝦毛沒有東西好吃的話 蝦毛就是人民 那些細魚就是那些幫兇, 那些官吏 而大魚就是那些元兇 當然有很多人覺得 弱肉強食這種情形都是天地常見的 因此人就會懷疑上天沒有什麼所謂人人哀 萬物都是像一個大導演眼中的道具 一個大編劇家眼中的角色 任他添編, 任他是安排的 因此自古以來人也有一種理想 也有一種宗教信仰 希望原來本來都是萬物並肉而不傷害 而將來的理想社會 只要人如何如何 就會恢復原始好的世界 黑獸、老虎、微猴、蓉 大家都和平相處 大概是一個很好的理想 但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甚至有沒有實現的可能 這個值得我們一直這樣想的 這個故事令我們想起很多深刻的問題 中山貓 那些欣賞 於四千則 判人患鼠 是非若所知也 吾知患在数 不在乎无鸡 乎有数 则舍吾食 毁吾依 穿吾缓用 毁伤吾弃用 吾将饥寒言 不并于无鸡乎 无鸡者 忽食鸡则意 去饥寒猶远 若知何以去扶猫也 李兄 你明天去中山 何时回来 大概三四个月 什么去这么久 是 我原本是中山人士 来召国谋生 不经不觉都有十年了 这次我回去 目的就是探望亲朋戚友 聚下旧情 李兄 好为不忘顾旧 是的 李兄 你今次回去中山 我想托李兄 托一件事 究竟是什么事 赵兄 是这样的 我家里非常多老鼠 衣服杂物 随时被老鼠咬烂了 不再说 有时夜晚 老鼠因为欠饮食打架 吱吱喳喳 非常讨厌 而且越来越多 甚至光天化日 都联群结队 走出来 赵兄 那不是办法的 为什么你不找只猫来养一下呢 我找过的了 不过找回来的猫 都不自暑的 不要说叫他们捉老鼠了 他们见到老鼠就缩在一边 叫都不敢叫 好像见到老虎一样 我听人说 说赵国的猫多数都是这么纯的 只有中山的猫才是自暑的 那倒是呀 中山的猫好恶的 赵兄 是不是想我在中山 带一只猫给你呢 没错 不知道李兄可不可以呢 没问题 不过这样 什么呢 据我所知 中山的猫虽然自暑 但是有时还吃鸡 赵兄家里不是养了很多鸡 不要紧 只要猫自暑就可以了 既然赵兄不怕 那我带你猫回来 好啊 好啊 自从李兄和我带了一只中山猫回来之后 养了不够一个月 整屋都没有老鼠了 真是舒服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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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不见了一只鸡了 一定是被猫吃了 由得它啦 由得它啦 我们的鸡就来被猫吃完了 这次他吃了那只专生鸡蛋的鸡腩 吃了就算了 吃了就算了 阿爹 阿爹 我们不如不要咬这只猫吧 阿爹 我们养了一只猫都不够一个月 整屋都没有老鼠了 你不觉得舒服的吗 那就是 既然现在家里都没有老鼠了 不如送那只猫给人吧 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阿爹 你真是傻子 家里现在没有老鼠 只不过因为有只自暑的猫 如果没有了这只猫 那些老鼠又是回来的 不过那只猫吃鸡的 我们是怕有老鼠 不是怕没有鸡 阿爹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家里有老鼠 它就偷吃我们的米粮 咬烂了我们的衣服 转穿我们的墙壁 毁坏我们的家具 在日渐严重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挨机受冻 那你说是不是比没有鸡吃更加辛苦呢 没有鸡最多就不吃鸡 那总比较挨机受冻好过 对不对 呃 那 那你说我们好不好给了一只猫人呢 那就不好了 我们最多不养鸡 不吃鸡就在了 这个中山猫的故事呢 就当然给一个启示我们 就是说 做人做事都要权衡利害大小 身为两害相权 就取其轻 这个呢 这个呢 是 此得两个选择 无论哪个选择实际都是弊的了 不过呢 一个选择就弊得少些 一个选择就弊得大些 一个选择就弊得大些 我们通常就选择那个弊少些 这个是啦 即是 忽然想起一个 常见的 的现象 譬如有时 有时开车车忽然 不幸发觉那个 那个 脚制 或者甚至 整个 整个刹车系统都有些问题 那又在下邪波的 那怎么办呢 眼见就要眉天大祸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说 如果那个行人路 或者是牆那边 没有人没有成 就寻宽车进去 那当然是拆烂很多地方 但是起码好过形头相撞 好过车位人王 好过令到对面那些 无辜的车和人 都是受害 那这些都叫做两害相权 就取其轻 那这个 故事呢 也是如此 牠捉了猫来 猫当然是 或者又偷射 又吃鱼 又吃鸡 那这猫真的重要 原来的品味这么高 但是好过 如果没有了猫 老鼠就什么都吃 粮食又射 衣服又咬烂 这个呢 牆又咬穿 什么都来 这个弊病就更大了 我们当然可以想 其实老鼠是天生的本能 是如此 其实它都不想做鼠辈的 既然上天叫它 披上了老鼠的外衣 它都是尽它的职能 它天生就是如此 正如猫也是自然如此 这个就令我们想到很多 是不是真的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初九呢 又生老鼠又生猫 还有呢 对万物来说 最可怕就是生出我们的人类 什么都吃 那 那 你们看 譬如说 狮子老鼠这么恶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些报告 本世纪初期 亚洲 老鼠分布的地区 还好好多好多的 到现在呢 收缩到好少了 中国大陆 这个呢 印度 中亚 这个东南亚 都是如此 以万物那麽窮凶极恶的生物 想不到它的生存空间那麽少 所以就 万物之间 究竟是互相协和 还是一个自然的淘汰 这个问题 真是很难说 不过人呢 就好在有那些自觉的选择 懂得 好像这个故事所说 是两害相权 取其轻 大概 其他动物 都不是完全不会的 看他们那个自然的本能 都懂的 或者未必是那麽自觉 和未那麽复杂 那麽全面的选择 而人就能够 那所以呢 我们 除了所谓两害相权 取其轻之外 譬如说 鉴古资金 或者吸收前人的教训 其实都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所以呢 这个语言故事 也是很值得我们继续听取 中国语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招陆词编剧 张婉庸编导 黄发之监制 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